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本场比赛 比赛判沈英豪给出的第一张黄牌 这球 宋志伟是不是上得太猛了呀 我们看一下 你看宋志伟一直贴着阿德里安 这一下没有必要 背后这一下有点过 对于这张黄牌吃的呢 其实核赛有些不太满意 觉得这球其实没必要 我们说不是说 很好的一次反击的机会 没错 再打 这球机会来了那会儿 上来之后丢位了 把球领好了那会儿 怎么来处理 把球给到电球队附近 一角抽是轮空了 还有不出的机会 球进了 胡敬航 胡敬航 后点这一次是门前简陋 将球是抽入了近角 一比雷 这个球就是我们说意料之外 在哪儿 就是那会儿参与到进攻当中去了 这一下就是陈雷上去之后 本来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对 但是尹聪耀没有拿好球 是 对吧 被断过来之后 那会儿找到了这个空间 没错 说实话 巴布迪斯堂跟进这角球 他自己都没料到 变成了一次乌龙助攻了 不是乌龙 就是莫名其妙的一次助攻了 对 用打勿撞 对吧 这一下要的也不错 他要这个位置 对吧 是 这鬼是神差的是落到了后点胡敬航的脚下 所以说这一系列的这个到最后造成的这个丢球啊 还是在尹聪耀的这个无谓的失误上 是 那这样的话呢 周二队这边啊 在场面非常率先取得比分的领先 好 球能够传出去 哦 这球抬脚有点 来看一下 但是今天一个阿德里安 这边又是外卫的一角远射 似乎今天卓尔队对于外卫的远射防守就是这么松 对 拼出来的机会 担刀球挑过门将 哦 远远射这一下 立功了 对 他和这个隋维杰这一下确实两个人啊 还是配合的不错的啊 是 一个顶 门将出击 一个赶紧往门里回撤 是 这个球 周二队在前场进攻 你看 这是一个一打二 对 二防一 然后回过之类之后呢 其实变成这个变成二打二了 那这一下你看 你看隋维杰出击了 是 赶紧朝门里回 没错 而且由于隋维杰走的是一个下三路的防守 对 所以这球 小胡这边只能是挑船 只能挑射 所以速度一定不快 是 这个球 及时回放啊 袁明成 这球防得非常漂亮 这个球堪比就进了一个球了 来看脚球 尼诺他这一下 应该是体能出现了问题了啊 是 拿球的话呢 咱们没穿 吹犯规 对 哎呦 纳霍尔这边又来了 哎呦 纳霍尔还能跑起来 这两大步跨的啊 哎呦 传得不错 侧身超胜 哎呦 漂亮 二比雷 哇 今天纳霍尔到底是 怎么了 这是一个防守型后腰吗 好像不太像啊 巴布提斯堂 这球总算是没有辜负纳霍尔的助攻 这球第一下其实停的也没有停好 把球停起来了 但是还是半凌空 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看还是这个位置 对吧 穿插跑动 然后纳霍尔 球速很快 扫到点球点附近 这球的话呢 巴布提斯堂啊 推长 对 有优势 你看展开的也是很舒展啊 但是这个 重庆当代的后腰人没了啊 没错 这球 还是一次反击 还是反击 四助攻 二比零 哦 这球士兵注意采放要核实 这张黄牌 是 镜头给的不明确 是给巴布提斯堂 嗯 还是给到 这个镜头给的的确不太明确啊 对 是 是不是蒋哲啊 给蒋哲 应该朝刚才那个位置方位去啊 蒋哲 给了蒋哲黄牌 可是现场的曼金头没有交代啊 蒋哲到底什么情况 是不是 嘴里面有什么说了什么话啊 有可能被这个主裁办听到 呃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在前场那一次一次的犯规动作才会没吹 补了一下 然后 不好啊 传的还是太高了 哎呦 背后这次放铲 这是一个黄牌级以上的动作 嗯 因为背后铲球没有铲到球的话 至少是一张黄牌 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 没有必要啊 这个 这种犯规 药牌 没有什么价值 是 已经进入到下半场的商亭补食了 四分钟的商亭补食 45度角 哎 这球怎么走了一个地面啊 这样的话呢 这一次进攻无果之后 沈英浩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上下半场各一个反击 弯卓尔这边是2比0 完胜重庆当代 这样的话呢 也是取得了本赛季 在B角组的第三场 好